大家好,又係我星星同大家,職人吹水 夏日嚴嚴,有甚麼解暑方法呢? 對,之前去一些離島玩,逛街其中之一間就是柴火綠豆沙,當然是煮一碗冷的 當然是和大家煮綠豆沙,吹水等自己降溫 材料,靚陳皮一角,靚的綠豆一斤 臭草一小柱,這塊看起來很噁心,像銀包一樣 這塊叫做海帶,還有片糖,兩片 說明綠豆沙當然要出一下綠豆 還未出綠豆之前做紅豆冰,選紅豆 當然是選天津、日本的紅豆 選綠豆,我們就要調轉方向,我們就要南下 大家知不知道粉絲哪漂亮?泰國 這塊叫泰國綠豆,我們選綠豆要選圓潤飽滿,不要太爛 看看乾不乾身 回到第一步,倒出來 我們用清水浸一小時 煮綠豆不同,紅豆可以不用浸,綠豆一定要浸 因為綠豆的外殼,綠豆比較硬 泡一泡煲就會比較好些 先把第一泡水倒進去 清潔一下 現在再煮一轉,然後再浸 洗完第二轉之後 好,現在開水浸 浸泡它也要有足夠的水分 還有我們看看有沒有爛、浮面等 我們選擇綠豆 也要看看是否粒粒和這個顏色 綠豆會有點染色 綠豆浸泡的水分 綠豆浸泡之際,再把主角 什麼主角呢? 臭菜,也有人吃,還有很多人吃 如果大家喜歡吃什麼臭菜,可以在下面留下鹽 再拿一塊錢包出來 這隻叫海帶,海帶也有好幾隻品種 給大家看看 有些韓國的海帶,紫菜,有些 紫菜拌飯,還有一些潮州紫菜,我之前煮湯 我都煮了兩三次 這些回來也是第一時間 滾水浸泡30分鐘 沉皮、綠豆,加上臭草、海帶 現在浸泡30分鐘 大家都看到,很神奇 之前的小錢包變大塊 這些海帶也不是很優質的海帶 有些很優質的海帶 比較厚 比較厚 用來做涼拌 煮糖水也沒關係 臭草 除了一條醬筋,一起洗 會比較乾淨 第一次水倒進去 然後再放水 繼續浸泡 綠豆浸泡到差不多 有些不美麗的,我們就把它揉上去 然後慢慢揉上去 讓泥塵或不好的食材沉一沉 全部揉上去 後來有一點,我習慣不要 全部倒進去 綠豆處理好後,準備 綠豆瓣 三公升的清水 然後倒進去 沉皮和水 先煮 然後拿出臭草和海帶 這些臭草主要是洗乾淨的泥塵 臭草的味道我相當喜歡 我以前點了 也點了一隻臭草味的香氛 大家有沒有試過 接著我們就處理海帶 至於放多少海帶 就視乎你對海帶有多喜歡 這裡的海帶買了幾錢呢? 兩元 這麼大條,怎樣處理呢? 捲成一條豬腸粉 一條豬腸粉 一條豬腸粉 現在就切 切到一條條絲 這樣很方便 這裡看清楚一點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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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 中間這裡 就 夾一夾 這些 放在一起煮 一起吃 另外這些大塊 我們也可以放在一起煮 當然你喜歡吃的 當然是切在一起 我自己是相當喜歡吃的 海帶 有機會做一些涼拌海帶 和大家炊一下水 我以前公司有個同事 很喜歡吃這些海帶 他買很多 切海帶就要小心一點 因為它始終會有點黏液 我們就用水浸回 備用 三公升的清水煮滾 之後 我們現在 滾水下臭草 然後我們把 600克的綠豆 現在放進去 綠豆和臭草放進去之後 我們就攪拌它 期間我們要保持大火 讓它滾起 煮多久呢 煮多久呢 煮20分鐘 然後我們收回中火 再煮多它 30至40分鐘 差不多 全程一個小時就差不多了 但是我們要保持著它滾著 那些臭草放進去 已經相當之香了 有些網友問 其實我們煮糖水 我們下什麼糖 怎樣取決呢 煮有關豆的糖水 我們就喜歡下片糖 下片糖就會比較香 煮紅豆、綠豆 煮渣炸 那些 譬如 如果煮椰汁西米露 那麽就偏向下冰糖 就會比較好一點 或者木瓜雪耳糖水 附竹雞蛋糖水 那些下冰糖就會比較適合 滾起之後 我們就保持著一個中火 一定要這樣滾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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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滾起這個階段 我們蓋上蓋子 煮20分鐘 約煮了20分鐘 我們看看模樣 煮綠豆沙和煮粥的原理 都是差不多 我們一定要用明火滾起 這段時間 海帶出場 這些海帶約煮半小時 差不多 我們現在就拿去一起煮 如果厚一點的海帶 就可以一早下 我這些薄身的 現在下了差不多 蓋上蓋子 繼續煮30分鐘 現在約煮了40分鐘 大家看到的形態已經 急劇不同了 綠豆已經爆發了 這段時間 我們就放兩片糖 甜度就自己調較 下了糖之後 攪拌一下 蓋上蓋子 再煮15分鐘 現在我們看看這個模樣 相當綿滑 現在就可以起了 先把果皮和臭草 放在外面煮的 那些臭草 用鹹水草綁起來 很方便 很方便拿 在家裡就千萬不要 就這樣做 散開來煮 就最出味的臭草 最多現在是慢慢把它剪出來 偶爾吃到一口有臭草 也是不錯的 這些枝就吃不到 現在就 攪拌均勻 只剪一碗給大家看 幾粥料 不是綠豆粥 是綠豆沙 以前我們小時候 在大排檔 那些粥檔吃的 叫做海水 就是這些 很棒 如果喜歡吃海帶 可以多加一點 一碗 大家都看到 筆出來 香濃的 就放片糖的效果 放冰糖 是做不到這個效果的 再加上 陳皮 臭草 海帶 這些絲防綠豆沙 真的要自己煮 這麼濃郁 充足 材料 現在天時暑熱 做一碗 雪凍去吃 就更加正 喜歡吃臭的網友 就給我個讚 我星星 喜歡吃綠豆的網友 就訂閱職人吹水的頻道 幫我分享一下 這個 陳皮 海帶 臭草 綠豆沙 那我就先吃東西了 多謝收看下個視頻 再跟大家分享 拜拜 我什麼時候都說 在看紅豆冰 雪凍的綠豆沙 嘩 好像綠豆雪條 慢慢不離 炎夏天氣 這個就夠燒暑 還看一杯紅豆冰 我什麼時候都說 看東西當然是看完片尾 我就慢慢燒暑 喜歡就給個讚 訂閱我的頻道 幫我星星分享一下 追蹤我的Facebook和Instagram 拜拜